党政焦点要来看到 民进党这回在九合一大选的延长赛 嘉一市选战当中 依旧是被国民党碾压大败 行政院长苏仁昌就频频被点名 你是不是该换人做做看了 包含了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 以及桃源市长郑文灿 都被点名是隔魁的接棒人选 而对此前外交官建文吉就直言 顾立雄没有派系 又跟蔡英文关系密切 能够避免赖清德当选党主席之后 染指行政权 另外郑文灿则是被认为 有办法制衡新潮流派系 不让蔡英文被架空 扛着重弹的苏仁被民意推着 该赶快走人 就算本人舍不得走 外界也开始点名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有望阻隔 我要求说 那么苏仁当院长应该下台负责 不要再喊什么团结啦 稳住局面啦 就用这个来逃避检讨 拥有权利的人 要做坏的人才会喊团结 这些话苏奎一概已读不回 倒是顾立雄被列为是小英身边 两岸和台美关系的铁三角之一 要是顾立雄实现这套剧本 形同小英自己人序长国家机器 顾立雄是在民进党是没有派系的 当然他是小英可以信任的人 所以为了避免行政权 在赖清德当选党主席 冉子 那蔡英文一定要把这个行政权 交出了他的一个亲信的手礼 除了顾立雄 还有一颗活旗 陶人市长郑文灿 结果郑文灿主张 该调整抗中保台的两岸论述 苏奎回呛 质疑的人才奇怪 被解读是 隔魁争夺战 只是隔魁任命依旧需要小英点头 郑文灿手上的筹码跟派系 脱离不了关系 通过这个郑文灿去稳定新潮流的话 某一个乘客对蔡英文的颇角 可以稍微缓了一下她的颇角 她的几率可能会比孤立雄高一点 孤立雄是光棍的一个人 孤立雄没经过民意习礼 接任隔魁能否及时反馈民意 必是一大考验 但郑文灿背上论文抄袭的标签 这棋小英该怎么下也不简单 借证据人李晨佑台北报导 北市立委补选民进党参选人 吴一农提出的政见都是饱受争议的 尤其他先抛出了松基签见之后 又提出了国土防卫队的想法 而过去脱口骂吴一农是渣男的 退府会主委冯世宽 今天面对这几个问题 他很不以为然 他不但是反对松基签见 也反问如果你成立国土防卫队 那要国军干什么呢 冯世宽说这些想法不知道是谁提的 但是也不能够以偏概全 这也被解读是在向吴一农 个人政见变成了个人偏见 国民党的对手王宏威也批评吴一农 说的越多闹的笑话就越多 曾把民进党立委补选参选人吴一农 形容成渣男的退府会主委冯世宽 第一个就不同意他提出的松基签见 那个是作战时候的空军的备降场 从在家当兵到建立国土防卫队 吴一农接连抛出想法 都让国防正规军的冯世宽 非常不以为然 跟人跟政治都没有关系 那我请问那要国军干什么 那要建制后边部队干什么 那要易警易消干什么 那要警察干什么 也让吴一农自豪的政见 瞬间变成个人偏见 我觉得这个时候我们大家要团结 大家要以政府的决定 王部的决定为主旨 你个人的意见 支持你个人的偏见 只要愿意迁移到处都有方法 我们针对不管交通方面 不管国防方面 各个单位的具体需求 我们一一来解决 国民党对手王宏威跟着加码暗讽 吴一农只是空包农 既然认为说另一执政 绝对不会有战场 那么提出延长兵役的政见 岂不是大大打脸民进党 现在冯世宽前国防部长 也出来批评你的政策 我想请问吴一农 到底谁在搞笑呢 说得越多 然后你的漏洞就会越多 你的闹的笑话也就会越多 原本年底前要公布 兵役延长政策传出卡关 前有美国压力 后有2024选票考量 若是处理不好 小英恐怕会跛脚 你你延长服役 你不就为了战争吗 两岸两岸的问题 不是靠战争来解决 现在想凹 想凹成说 延长兵役就是为了避战 不通的啦 遭到前国防部长打脸 甚至还说票投 国民党台湾变香港的说法 没有意义 吴一农是勇气可嘉 还是拥有小英男孩光环 政见随便他玩 新竹市准市长高宏安 涉嫌诈领助理费60万人交保之后 19号首度现身就发布小内阁名单 但是这个副市长蔡立青是高检署的检察官 跌破了众人眼镜 高宏安就强调新竹的公共工程 不见得都是弊案 但是缺失肯定是有 时事评论员谢寒冰就分析 就是要加速来追查新竹大秘宝 而现在台北市长柯文哲也大酸啦 民进党的道德水准这么高 那么就用同样的标准 彼此检视一下 新竹市政 正式高宏安设诈助理费60万交保后 首度公开露面 我想这个部分就是尊重我们检调 跟司法相关的程序 那我想这个部分 目前我们都是以25号就职 然后当天来做派任 这样子的一个目标来前进 就先公布第一波小内阁人士名单 宣布由高检署检察官蔡立青 出任新竹市副市长 蔡立青戒掉法务部法治司期间 熟悉法规业务 2008年刘如华遭割喉气势案 当时就是蔡立青承办 2010年也曾侦办 陈瑞涉入校园黑帮签赌案 更曾破获电信诈骗教父 或颁法衍名查的同雕奖杯 我确实看到了蔡简这样子的一个经历 我确实会希望说用debug的心情 来让新竹市政未来的 不管是市政的施作上 或者是公共建设的这些 我们讲说不管是SOP也好 来让新竹市民的预算 可以用在刀口上 第一个我们希望说 市法符合比例原则 如果要不符合比例原则 那就比照标准 所以就一样 如果既然民进党的道德水准这么高 那我们就用同样的标准 来彼此检视一下 科文哲为子弟兵大栓民进党 但这些检视目标 这布局也被解读 需要加速寻找新竹大秘宝 这个检察官过去 其实风评是不错的 他也得过奖的 那第二个就是 这是不是跟要查新竹市的大秘宝有关呢 我想这会产生非常多的联想 除了12亿元改建的新竹棒球场 二企完工已达11.24亿元的官普国小 还有新竹大车站计划经费 从65亿元增加到104亿元 新竹市总图计划经费 从8.5亿元增加到16.4亿元 要好好深挖林志坚市府弊案 这些问题我想不见得说一定是弊案 但是我相信缺失肯定是有的 新竹大秘宝若真被高宏安炸开 将会是明年爆炸性的议题 记者于正好女轩台北新竹报道 大巨蛋历经了18年 三任的市长盖了10年 这颗蛋都还没有孵出来 天王吴宗仙就罕见开炮了 那么说该枪毙的都还不赶快抓起来 他还炮轰蔡政府很多防疫政策 真的管太多 让经济凋敝简直傻爆 台北大巨蛋一个工程盖了10年 这颗蛋至今还孵不出来 想在这办演唱会的天王吴宗仙 罕见对大官开炮 把百姓的疑惑都骂出来 我们给老百姓一个交代嘛 巨蛋盖几年了 盖枪毙了为什么不抓起来枪毙 我的XX 有没有道理 你能不能给我们一个交代啊 把一个工地摆在那里 那黄金地段摆十几年 你良心在哪里 2004年大巨蛋工程由远雄独家得标 2011年取得建筑执照 原本预计2015年完工 但没案图施工爆发弊案延宕五年 直到2020年才复工 拖到现在2022年 历经18年三任台北市长 十年工程都还孵不出一颗蛋 柯文哲说是中央卡关 有本事把它拆掉 没有本事把它盖好 就这样 总是卡在那里也不是办法嘛 不要为了政党力牺牲国家的利益 你到底是要惩罚柯文哲 还是要惩罚台北市民 吴宗仙更痛批 当初疫情导致百业萧条 他说政府对业者和百姓管控太多 害惨民生经济 有没有在哭 好下巴 蔡政府官微比天高 从巨蛋到防疫政策 百姓逆来顺受 不如天王敢开炮 记者张明林佩杰台北菜坊报导 海荒鲍鱼干杯XO酱 里面有严选新鲜的顶级海� 跟蜜质的独家配方 还有富含胶原蛋白 还有年多糖低脂肪的高蛋白 肉质鲜嫩 EPA跟DHA的含量更是丰富 现在购买还有优惠哦 输入我的优惠代码 ZPI714 享有折扣哦